音樂 早前有做過餐包 又做過芝麻豬仔包 兩隻包都很好吃 想想想 可否將它混合一起做這個芝麻餐包 這裏 400g 高筋麵粉 8g 鹽 40g 糖 想它甜口少少 所以加多了少少糖 另外 8g 乾酵母 把乾的東西拌勻 有些芝麻 大約30-40g 左右 不夠便到時再加 一盒牛奶 225ml 我會倒兩斤出來 留回來做蛋漿 餘下的 剛剛好 應該是224g 左右 一隻雞蛋 另外一隻雞蛋 我需要蛋黃做蛋漿 蛋白做麵糰 蛋白做麵糰 蛋漿需要加一茶匙糖 此外需要20g牛油 另外20g煮食油 首先用Cuture machine 將乾的東西拌勻 然後將雞蛋和蛋白 放進去 再將牛奶放進去 用這個速度拌勻15分鐘 用微波爐溶了牛油 15分鐘後將牛油放進去 煮食油都一起放進去 再拌勻10分鐘左右 10分鐘後 拿麵糰出來 在桌面上噴少許油 拿麵糰出來之後 將它拌勻成一個波波形狀 然後放進去剛才的盤上發酵 在這個室溫大約 都要過半至兩小時 直至Double in size 放進盤上 盤上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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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定的焗盤 在上面放一張 這些不黏底的pachman paper 放了兩小時 看看 醬煲煲 灑少許麵粉 好 把麵糰分開八份 把麵糰分開八份 除了八份 然後再把麵糰分開八份 看每一份有多重 組成8份 差不多重量就可以了 每一份將它變成一個球形 換另一個角度看看 最主要是將角向中心拉 變成球形後 就用布蓋住它 然後讓它鬆弛大約10分鐘 10分鐘後 現在就可以做final shaping 然後把它拌平了 用一支棍子盡量拌平 然後就對摺 都蠻好玩的 摺下摺下就完成了 摺完這裏之後再摺一下 收口 這樣就可以攪定一個 再看看 攪拌 又完成了 再又換另外一個角度看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8個攪定 在上面噴少許水 然後反著 把表面放在芝麻上面 滾一滾 芝麻就會很均勻黏在麵團上面 再看看 噴多一點水 芝麻就會比較容易黏上去 8個攪定後 又要蓋著它 大約需要1小時左右 蓋著它 半小時後 我會開始撕焗爐去180度 一小時後 看一看 漲了 焗爐也撕了半小時 現在就塗蛋漿上去 塗蛋漿的時候 小心點 不要太大力掃它 太大力掃的話 有機會把芝麻掃掉 所以就慢慢印一下印一下 印上去 讓它滲在蛋漿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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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好蛋漿後,我會加入焗爐 焗爐是用180度 我用熱風模式 如果你不是用熱風模式 可能要調高溫度 可能是200度 過半小時出爐 將它移過一個 上下透風的紅色 讓它攤一攤 現在就好熱 攤一攤 非常靚仔 聞到好香 芝麻餐包攤好 非常棒 好美 底顏色都好美 當然要撕一個來看看 看看有多鬆軟 嘩,好棒 一個這樣的餐包 是不是很吸引呢? 還是暖暖的 非常好 很鬆軟 是一個很棒的餐包 加上芝麻在面上肯定很香 撕一點來試試 嘩,好好味 非常好味 極之柔軟 非常成功的芝麻餐包 今天都很簡單 喜歡的就試試玩一下 很好吃 我吃麵包了 拜拜 我吃到你 吃得好 我要買回來 咦 打有什麼好啊 吃得好 你吃得好 去吃得好 我也吃得好 吃得好 吃得好